他是我们的爸爸 可他不光是我们的爸爸 什么叫不光是我们的爸爸 你有事瞒着我 到底出什么事啊 你跟我说呀 爸 爸还有一个孩子 你说什么 还有一个孩子 是 是他和夏文介生 你还记着 四合院的那张照片吗 那个小孩叫夏佳佳 爸一直留着他的照片 你这事妈知道吗 你千万别告诉妈 你明白吗 那赵脸和赵青啊 知道 弄了半天 我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你见过那个夏佳佳吗 没见过 我也不想见他 那 我们要认他吗 你觉得呢 可不管怎么说 他毕竟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妹妹 你给我闭嘴吧你 回去 姐 好 不说这事 这样 我们去那个银行看看 看看爸有没有 相关这片地的什么业务在那 好吧 走 这一天到晚的事怎么这么多 很抱歉 赵唐飞先生 瞬间在我们银行没有开办任何的业务 只开办了一个保险储存盒 是设备我们的总行 这个呢 在电脑上有记录 那我们能看一下吗 我们是赵唐飞的祖母 可以 您要带上委托人的死亡证明书 以及他的遗嘱付业件 还有您给人的身份付业件 然后呢 直接到我们的总行就可以了 好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这些策划我看了 主题是经济危机 挺好 嘉宾也找了梦浩文 但内容太普通了 谁给点主意啊 这个题目有点大了吧 大不怕 只要说在点子上就行 点子在哪儿呢 前段时间 深圳有个老五纠纷案 闹得沸沸扬扬扬的 几百个人远离了自己熟悉的行业 您看这个点 好 既有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 又有雇佣合同霸王条款 一石二鸟 我赞成 不过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们二位 什么事 帮着这个外企打赢官司的 是孟浩文 不会吧 孟老师 是啊 要不然我说先告诉你们俩呢 再怎么说 他也是两位的导师 按理说啊 咱们是对事不对人 先撇开孟老师是我们老师的关系 你在当众接人来短 这不是给人添恶心吗 你是主持人 造型是顾问 这具体的事 还是你们两个定吧 再考虑考虑 好了 散会 我同意李主任的意见 李主任什么意见啊 没有更好的内容钱 先攒定吧 要不 这一期我自己做吧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 再怎么说 他也是你导师啊 没事 我们对事不对人 这 我没什么别的意思 真的 赵卿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典型 我真没别的意思 没事 我知道 孟老师 赵卿 孟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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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好 赵卿啊 你的每期节目我手看了 还真不错 看来啊 我当初推荐你是推荐队了 孟老师 你给我讲了 赵卿啊 当初推荐你过来 其实啊 主要目的是想让你离开上海 当然了 我也有私心 是想让你借这个机会 闯出点名堂来 以后好配合自己的工作 现在呢 我接了几个经济案 都涉败 正感上人手又不够 所以啊 想请你挑起这个大梁 你觉得怎么样 孟老师 我进来 家里出了点事 我爸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他好像还不到七十的 我上次和他见面的时候 他不是身体挺好的吗 怎么会 突发的心脏病 世事难料啊 你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他的目的在哪儿啊 我去看一下 谢谢您 回头我陪您一起去 对了 孟老师 您看了我们的策划内容了吗 我刚刚粗粗看了一下 那你觉得怎么样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律师是靠法律说话的 只要不触犯法律 就不会受到惩罚 这是改变不了的 赵青啊 不管是经济危机 还是世界大战 法律保护的 永远不会是弱者 而是守法者 你说呢 感谢孟教授 参与我们这一期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这里是民生百态 我是主持人郑志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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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老师 再见 好啊 这回你满意了 我满意什么了 我问你 老五纠纷呢 我换了 你真牛 你给个理由 我 我有权利换话题吧 是是 你有权利 你主持节目 永远是对事不对人 你真网了 你这么无缘无故吧 这都给画了 主任 先坐吧 没事 你先回去吧 喂 哎 赵桥 出什么事了 喂 哎 赵桥 郑老师 您是电视台里的前辈 我一向很尊重您 如果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你就直接跟我提 没有必要去麻烦领导吧 什 什么麻烦领导 还不到半个钟头呢 你就把我花安利的事情 告诉你那小徒弟了 你那小徒弟嘴可真够快的 啊 他告诉主任了 你就装吧你 我真没想到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任 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你私自换内容 我是有意见 可是我理解啊 我跟王达就顺手说说 这王达囚分 老五纠纷 是个好话题 尤其是当着当事者的面提 是好话题 可是唯一的好话题吗 我画的内容 会影响节目的主题吗 邦昊文是我的恩师 我想给我的老师 留个面子怎么了 在不影响节目的前提下 我有点私心不行吗 我看你 把什么搞砸了吧 没有啊 肯定出事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我还不知道你 考试没过关那次 跟坚比过不去 打了你校长那次 跟坚比过不去 把你爸的车撞坏那次 还是跟坚比过不去 我也不知道那坚比 怎么得罪你了 妈 我打小干的坏事 你全记着呢 你累不累啊 没有啊 好事我也记得呢 现在又有些坏事 你可以记得 我以前做的事情 特别有原则 现在没了 事后还给自己 找一堆理由 你说这算坏事吗 太笼统了 具体点 不想说了 不说就算 人哪 没有不犯错的 犯了错有什么呢 就是不能一错再错 说别人多容易啊 要不是因为我 赵磊也不会出那档子车祸 我先去 喂 妈 你回来了 啊 回来了 这两天是不是有我一快递啊 快递 什么快递啊 没有 前天就该到了 什么东西啊 这么着急 我办了一驾照 我朋友说办完就给我寄过来 那也许这邮递过程当中出错了 不可能啊 好几天了 那快递公司有时候也不准时 妈 是不是在你那儿呢 什么呀 我驾照 我知道你会改变主意的 先收我这儿 考完研再给你 您没权利这么做 那是我的东西 还我 暂时不给你 好好考验 赵青说得对 要想做点什么得离你越远越好 你听他瞎说 妈是过来人 知道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行 我挂师同办 赵磊 妈 千万别这么说 怎么能全怪您呢 是我逼他的 我还不那样对他 没准就没那场车祸 他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你看看 我总是怪这个怪那个 怎么就没怪怪自己呢 妈 照理这样我们都有责任 尤其是我 如果当时我在 就不会 行了 行了 都别自责了 自驾游是我要去的 和你们没关系 闯了祸我只能自己扛 你们谁也替不了 这封信是给咱妈的 这是土地使用证 这是买卖合同 我简单地说吧 爸五年前用了五千万 买了这三百亩地 四年前又卖给了当地政府 做理由开发 当时当地政府拿不出 这么多钱来 爸主动提出了奢欠 但要付利息 当地政府同意了 等会儿 千儿 那就是说爸到现在为止 一分钱都还没拿到 是的 你们知道这块地 能卖多少钱吗 多少 一亿五千万 你们猜猜 这一亿五千万 三年的利息是多少 五千万 就是说有两个亿 合同中有个 生者享有权条款 也就是说如果爸没了 他合法继承人 可以随时地终止赦欠 我们从今天可以随时 从当地政府的手里 拿到一亿五千万的卖地款 和五千万的利息 我明白了 爸等于把这一亿五千万 又变相地带给了 当地政府呢 爸在价格强劲的时候出手 用奢欠的方式 把风险留给了别人 等泡沫退去 大家的土地 回到正常价格的时候 他还能稳定增值 老蒙深算 清儿啊 这都是真的 当然 两个亿 这 天哪 这是好事吧 姐 当然是好事了 那这样 这样咱们公司资金 就不成问题了 对 妈 这是爸留下来的东西 给您的一份大额保单 和一封信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彭飞 会给我留下什么的 妈 那您开心吧 我们先出去 来 美慧 我真希望 你永远没有机会 看到这份信 因为如果你看到它 就证明你已经知道了 我这辈子 对你所犯下的错误 尽管我也曾努力想避免 但事实已经如此 我 追悔莫及 我向你忏悔 用我灵魂的全部来忏悔 每当我想到 我即将给你带来的痛苦 坎特与不安 都充斥在我的心里 不敢直视你的双眼 时间无法倒掉 生活也不能重来 我只期望 在你善良的心中 还能给如此卑鄙的我 留下 一点点 容身之随 一个感情的判断 也许不配这么说 但在我内心深处 我有始终地深爱着你 也始终珍爱着 你对我的爱 还有 孩子们的爱 任何言语 也表达不出 我对你的感激 因为你 我才能拥有一个 如此美好的家 好 美慧 无论我犯过什么样的错 我的错误给你带来多大的伤害 我还是希望你知道 我这辈子 最庆幸的 就是和你 相近相遇 生儿育年 老婆子 老子 很好 你 你 您 我们来 吃什么 来来来 来来 太毒了 来来来 那是肉的 这是豆沙 不团 说两句吧 说什么 以前这开场白都是爸说 以后这事啊就归您了 好 那我只说一句 希望每次过节 大家都能回来 咱们高高兴兴地过节 好 好 来 来 我烫烟 怎么了 你们都欺负小孩 你们带着烫杯 不给我烫 好了 来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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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热吃 趁热吃 来 舅舅 姥姥知道你啊 不能吃甜的 专门给你包的莲子蛋黄 来 谢谢姥姥 姥姥 姥姥 你知道为什么 端午前要吃粽子吗 姥姥还真不知道呢 秋秋 你告诉姥姥 在古代 有个爱国诗人叫屈原 有大臣嫉妒他 就到处说他的坏话 结果呢 楚王信了谣言 就把他给流放了 屈原心里特别难受 就投降自尽了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 就往江里扔这个 所以 我们在午节就吃粽子了 好 真是 我知道的真多呀 可是姥姥 我有一个不明白 还有什么 我们为什么自己吃粽子 不是应该投到江里吗 有 这个姥姥可没法回答了 姥姥 姥 居然为什么非得死呀 不能想别的办法吗 那 秋秋说 有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老爷说过 遇到困难不能一起用事 吃吧 吃饭 吃饭吃饭吃饭 吃吃吃 说吧 你们俩干嘛呢 寻寻觅觅的 老叔啊 姥姥 今天呢正好大家都在 有件事呢 跟大家说一下 这件事 对我跟田丽呢 非常重要 我觉得对我们全家 也非常重要 田丽怀孕了 是吗 欢迎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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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欢迎你啊 来 欢迎你啊 欢迎你啊 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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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孟老师您好 赵星 我知道你今天放我一马 没让我难看 我 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明白 你对那件事情的看法 可是 我不认为 我有为律师的原则呀 就算是我不接那个案子 他们照样会找别的律师来 结果都是一样的 可是 如果在电视上 被人当面提出来 说实话 我没法坦然 可是律师就是这样的呀 我不可能去同情弱者 赵星啊 我以前就曾经说过 你会成为一名好律师的 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 这样吧 等你把家里的事情 处理好了以后 心情好了 就过来吧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来 欢迎你 这么多东西 能不能不唱了 都唱了一路了 我知道了 去了 那两个红带子别动啊 那是给赵磊的 一会儿啊 拿我们家去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修修 你看你妈 说你姥姥家 还说是我家 把这儿当旅馆了 单曲回放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小姑奶奶 修修你了别唱了行吗 你妈快崩溃喽 修修 你是不是就只会唱这一首歌啊 谁说的 我还会好多呢 那好 给爸爸唱出新的 太阳当孔照 花儿对我笑 小鸟说走走走 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真好 真好 喝了吧 来喝喝水 又喝水啊 能不能换点别的 修修 多喝水呢 是为了你病快点好 等你病好了 你想喝什么 爸爸给你卖什么 好不好 好吗 怎么 老婆 我来我来 太辛苦了 修修 把那颐脑送拿出来 该打针了 是这样吗 好吧 今天我吃午饭的时候 把她放书桌里了 明天是小舅的生日 可不可以不打人 唉呦 小舅的生日 就是你不打针的理由吗 小舅的生日 为什么不在五四七年节呀 秋秋啊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呀 我的生日是在六一二通节 我就少过了一个节日 小舅的生日不是在青年节 她过完生日 还可以再过她的青年节 你小舅 一年到头都能过青年节 今年要不是她的本命年 姥姥也不给她过 什么是本命年 本命年啊 就是咱们中国的一个 姥姥算了 我不听你说了 你讲起来肯定特长 这孩子 妈 连秋秋都知道 姥姥讲话特别长 姥姥 生日可不可以换一天过呀 这样我就可以过儿童节了 秋秋 这么半天想这个呢 孩子都这样 过节啊对他们很重要的 秋秋啊 你应该高兴啊 你的生日跟六一儿童节 同一天 太幸运了 全国的小朋友都给你过生日 可是全国的小朋友 都是在庆祝儿童节 不是给我过生日 小宝贝 你应该高兴啊 你的生日跟六一儿童节 是同一天 姥姥告诉我 妈妈妈妈妈妈 您就歇会吧 这还忙不过来呢 又开始给秋秋开课了 姥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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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告诉我呀 这儿童节呀虽然重要 但是还有比过节更重要的 六一儿童节最高兴的是什么 是小朋友都能在一起快乐地玩 没有别的小朋友只有秋秋更别没意思 所以更重要的就是这个集体 妈 你这车拉下去了啊 您哪 别再给秋秋上车车了 行 行 行了 行了 妈妈 您看 把这个放在中间多好看呀 秋秋是不是想吃红枣了 红枣是甜的 我不能吃 还是你们吃吧 乖孩子 一会儿姥姥啊 给你办沙拉 再炒个腰果瞎人 你那粥里啊 我给你放上你那个 专用沙糖 舅舅 这么着急找我们 什么事啊 很严重的新问题 又出什么事了 我刚跟赵青通完电话 河北回来的那个地产文件 他刚刚复查完了 是当地政府不打算履行合同吗 不 他们肯定会买的 不过有个前提 土地所有人都要签字 这不就没问题吗 这也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难题 也许还能有点富裕呢 别高兴得太早 你看 你爸的信托条款上有一条 写着这块土地的三分之一股份 在夏文街上里 什么 舅舅 你的意思是说 我爸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公司都差点垮了 弄回来两个亿 里面有三分之一的股份 他给了夏文杰 我说他怎么在遗嘱里没有提到这个女人 原来他早都安排好了 我还以为他愧疚呢 没想到他这么大方 一下子就给出去几千万呢 舅舅 您开玩笑的吗 我倒想他是个玩笑的 那个文件 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写的他的名字 过一会儿他就过来 不行 绝对不能给那个女人七千万 绝对不可以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在我们把这块土地卖出去之前 先从他手里 把他那三分之一的股份买回来 姐 三分之一的股份 那就要小七千万 如果我们有七千万这么多的资金 我们还招哪门子急呀 我们之前评估的时候 这块土地也就值三千万 三千万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一千万 我们怎么咬咬牙 不能把这一千万凑出来呀 你这不是在骗夏文杰吗 我们老爸和那个女人 骗了我们整整二十年呢 我们骗他一回这又怎么了 这没有违背我们爸爸的意外呢 一千万一千万 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我砸死他 改变了他的一生呢 改变了他猥琐的一生呢 不行吗 谁呀 谁呀 是你 凯总 妈 谁呀 叔叔 阿姨 我是来看看隐身的 我们不需要你看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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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看看您的阿姨 叔叔 您开一下门好吗 这是你托人给我们的钱 我都存在折子里了 密码是隐风的生日 阿姨 我不是那意思 阿姨 你 这些钱救不了我儿子的命 我爸生前在河北怀来买了一块地 钱不招村 贺不招店 交通呢 也不便利 河北省原来要在那开发一个项目 后来取消了 这项投资呢 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现在赵鹏辉先生不在了 我们急需要处理一些老账 那就处理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整理了一些遗留文件 和经过实地考察 证明那块地 确实是我父亲留给他妻子 儿女还有好朋友的 然后呢 根据地计条款 这块地的三分之一是你的 真的 谢谢你们告诉我 这么重要的事啊 既然上面有你的名字 我们就不能瞒着你 谢谢你们 那没事我就走吧 等一下 我们今天叫您过来 是要跟您商量一下 我们打算回购你手里的 三分之一的股份 原来 这才是正题呀 你们今天把我找来 是想买我手里的那块地 对 签了字就拿钱 一千万 够你用一辈子了 这个地现在值多少钱 我们请人评估过了 值三千万 那上面注明你有三分之一 那么也就是一千万 那后面有评估的附件 你可以看一下 我还是闹不明白哈 你说赵鹏飞死了 他的遗嘱上没有我 可为什么把这 钱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 给了我三分之一呢 也许他是想把他所爱的人 都埋在一起吧 你父亲买了块木地 那也太大了 这要把几代人都埋在一起 我们是想以后各走各的路 不打算再有任何的瓜葛 我也没想跟你们有任何的瓜葛 行 我知道了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 不过这事我得考虑考虑 再见 还有你 林副总 这事做得很好 这下麻烦可大了 自从你来了以后啊 从领导到观众 对咱们评价都很好 台里的几个领导啊 都把你当宝贝了 是吗 我还怕我说错话 犯什么忌讳呢 怎么会呢 现在啊跟以前不一样 只要别太离谱 西地点评论啊很受欢迎 所以啊经台领导特批 我们决定啊定据你的风格 专门给你开个专栏 风格 我有什么风格啊 我只是一个法律顾问 是客串的 你的风格啊 就是一针见血的分析 还有啊对视不对人的态度 现在你也有影响力了 开个专栏有什么不行的 那你打算长期雇佣我这个临时工了 没错 给我开专栏 对 我们会从栏目里啊 分十分钟给你 以前的法律顾问不变 至于工资 主任 那是不是等于 政治的出境时间就缩短了 那当然 时间本来就有限 没准以后你还能取代它 政治知道这件事情吗 他当然不知道 我是先告诉你一声 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秋秋 好了 告诉姥姥 你从昨天到现在一直不高兴 到底为什么呀 那个树长得真奇怪 是啊 植物非常漂亮 这吊栏不错 老板 这吊栏我要了 行 您收到 谢谢啊 包好了啊 有了 吊栏里面有小精灵吗 什么小精灵啊 就是家养的小精灵啊 哈利波特里面多比那样的 你还跟我一起看呢 小精灵同时不献身 哈利波特有事的时候 他才会出来 我在手工课上做的那个小猫 就是给多比做的 小小精灵 你让小精灵 找你干什么呀 我想让小精灵用魔法帮帮我 小精灵和小孩都想 是不是等等到小孩结果的时候 他才会来找我 那你想让小精灵用魔法帮帮我 那你想让小精灵用魔法帮你什么呢 我想让小精灵用魔法帮我治病 这样我就不用天天打针了 我一直跟多比说 我不想打针 但是我的病也没好 所以 你就想过儿童节是吗 没想到 你骗了她 骗得还这么心安利得 舅舅 你对这个女人也太心软了吧 可她对我妈一点都不心软 如果牺牲一个夏文杰能够拯救公司的话 别说骗了她 就是卖了她我也肯干 胡说啊 赵虎 我觉得你现在都分不出轻重来了 你完全被个人的好物所支配 公司的利益啊 我觉得你是放在第二位呢 打击你爸的情人 你才是放在第一位 打击她 我没这个兴趣 我是为了公司的未来打击处 这笔钱对这个女人来说是飞来的行财 平白无故地给她那么多钱 已经够意思了 她还真有脸要 那只是你自己的计划 夏文杰肯定会去调查那块土地的价值 我们能骗她多久啊 再说了 这是你爸的遗愿 你就忍心对不住一个走了的人 舅舅 你的意思 我爸生前好像跟您交代过什么 他要交代过什么 那前几个月我瞎忙活什么呢 不过 作为一个男人 我在努力地理解你妈的想法 好吧 你现在就给她打电话让她过来 我们重新谈谈 这下 她会更来劲了 秋秋就这么眼泪汪汪的 站在那盆吊篮钱 看着我那心里那个难受 所以我决定了 就把赵磊生日跟六一儿童节一块过 怎么样 我看行 怀念六一了吧 小朋友 挺好 能跟秋秋过也不错 反正咱妈呀搞这么隆重 就是为了把大家伙都凑一块 怎么这么说呢 我费了半天心思 成了没事找事了 妈 我们就怕我们的时间不够您用 瞧瞧瞧瞧 你们的时间都是金子 陪陪妈就是浪费 不能够 从您这个手艺都得来 我就喜欢看你们爱吃我做的饭 还是你们小时候可爱 一个个的都跑到厨房来闷闷香味 等着开饭 现在秋秋也喜欢吃我做的饭 就得这个病以后 每天治疗每天打针 可委屈孩子了 妈 我抗议啊 你对我们从来都是强硬式教育 对胳膊你就心软了 晓晴 你当律师上电视都那么优秀 还不就是妈对你严格要求的结果 瞧瞧瞧 对了 我决定要离开电视台了 为什么 他们给我开了一个新的专栏 没准会取代政治 宣宾夺主的事情我不干 太不厚道了 再说了 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律师 我不能长期的不务正业 你要是这么想的 就早点做决定 时间多长了 大家都不舒服 你又去你中学家了 嗯 吃闭门羹了 嗯 嗯 没事 再去呗 只要你觉得有必要 就坚持去做吧 你知道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他们需要一个儿子 妈 您觉着呢 我刚放了料酒喽 好了 您放了我都看见了 妈 你是不是觉得 他们没有办法原谅赵磊啊 我觉得 作为赵磊能迈出这一步 还算容易 将心比心哪 儿是娘的心头肉 让失去孩子的父母接受赵磊 可是件不容易的事啊 可是我相信 只要付出真心 他们早好会被感动的 赵磊 你这是讹诈 我只是觉得我爸犯了一个错 需要纠正一下 赵磊 我要是信了你的 我不去做调查 我怎么会知道那块地 即将开发成旅游区 而且还要造游乐场 你不会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吧 然后你以三千万把那块地卖了 赵鹏飞的女儿不会这么傻吧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说啊 赵红再有什么不对的 你也不用来不来就闹到法院上去吧 如果真是这样了两败俱伤 咱们大家谁也捞不着好处啊 是吗 你是这么想的 那行啊 那你们还要跟我谈什么 直接找我的律师吧 你还请律师 你还献钱拿的不够 赵红 不管我在你的心里是什么样子 我都不允许你夺走我的财产 你的财产 你真有脸说 这是我们赵家的财产 如果不是我爸当时一时糊涂 如果不是我们玩命地找出来 这些钱跟你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夏阿姨 签跟字应该没有这么难吧 你就当打了二十年的工 这些钱也对得起来 打工 你是这么想的 赵红 我知道公司遇到了困难 你们要卖着这块地来挽救公司 可是你们这像是合作的态度吗 你们认为你们的父亲 会跟一个傻瓜在一起二十年吗 您别误会我的意思 我是说 你别说了 已经晚了 你们要跟我合作 就都有个合作的样子 你们完全把我当成是局外人 我何必呢 再见 你不要那么丝谎 你就算不为你自己想想 也为夏佳佳想想 你别提她的名字 这跟佳佳没有关系 你们好好享受一下 你们泡茶的日子吧 再见 我早跟你们说过 这夏文杰她不是傻子 你们这么骗她 好了 到现在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吧 怎么会那么这样 行了 这是我走之前 咱俩最后一站 怎么了 签证办完了 最近就走 恭喜了 你好好谢谢我吧 前几天跑签证 累了个半死 还出来陪你打球 谢谢啊 对了 一会儿有个同学聚会 专门为了送我 一块儿去吧 自从你那事以后 我们就很少聚在一起了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大家也都知道 那事不怪你 给我个面子吧 行 大费已经买过了 我公司还有点事 咱们以后长联系 就不着回去吧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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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我等会儿啊 我等会儿啊 以后这种聚会 你就别叫我来了 挺刺激人的 你怎么了 陈觉公司上市了 湘宁也当上总监了 还有那个蔡 蔡什么 蔡紫月 对 她再不怎么样 卖保险也是一份正经职业吧 你们一个个都有变化 就我跟以前一样 我昨天又去尹丰他们家了 你总算敢面对这事了 那怎么样 尹丰爸妈怎么说 还是不让我进去 我还得去 说不定哪天我又喝多了 趁着我清醒 把该办的事都办了 张蕾 你真不能再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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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看见你喝酒 那哪叫喝酒啊 要不你也和我一起出国吧 你家也不缺钱 你就缺动力 动力 你给我点啤酒吧 别喝 你来干吗 那就是你对朋友的态度嘛 你不是也有秘密在瞒着我吗 这些年 你为赵鹏飞做的 我都同情你 可是今天你在晚辈面前 你让我很被动 我有什么秘密 不就是佳佳的事情吗 佳佳的事情我不是解释清楚了吗 我绝不会为几千万欺骗人 我没骗你 我要让你相信我 我怎么相信你 在会议桌上的态度 才是你真正的立场 我 你别说了 出去吧 苏菲有一天放学回家 收到了神秘的一封信 你是谁 从哪里来 从这一天开始 苏菲不断收到一些 极不寻常的来信 世界像谜团一样 在她眼前展开 姥姥 我能进屋玩一会儿吗 苏菲 这是姥姥特地为你买的书 里面有很多知识 对你成长有非常大的帮助 过节 不能只要礼物 不要学习啊 姥姥 我困了 坚持一下嘛 好歹 把这点开头念完 苏菲 爸爸 妈 苏菲 您 拜拜 我们可以看动画片吗 好 看动画片 我正在给秋秋念书呢 对了 妈 赵红让你转告您 让您有空去趟公司 赵红 有什么事吗 去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您去了就明白了 来 走 妈 走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您睡 差不多 有七千万 七千万 快一个亿了 你爸真给他留了那么多 是啊 但愿他没有干比这更糊涂的事 对公司影响大吗 没有夏文杰的同意 就卖不了那块地 卖不了那块地 就堵不住我爸捅的那个窟窿 没想到这么严重 赵红啊 你干嘛要骗他呢 要是不骗他 他也不至于 到到法院去 我也不知道 生气呗 抢闺蜜的老公 生我爸的气 真不少啊 什么 你爸留给他的钱 你爸不会不知道 这块地的价值 这说明 你爸很在乎他 咱们这一大家子 在你爸心里才占三分之二 他一个人 就占三分之一 他在遗书中明明写着 最爱的是咱们这一家人 你说 那是真的吗 来来来来 慢点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姐 要跑哪儿去了 妈 回来了 给你的 你过生日给我买礼物 我用第一倍工资买的 必须喜欢 当然了 谢谢儿子 快去 爸 回来了 妈 吃吃吃块了 谢谢 妈 给你的 壁伸圆润长茶 谢谢 用草药的 据说效果可好了 你喝了以后 保证气色比我们还好 你们回来就好啊 好 想吃什么 告诉妈 我给你做 谢谢妈 在学校可要当心哦 那些孩子们没情没重的 别痛着你 是 妈 您可太偏心了啊 我怀疑那会儿也没见 您这么关心过我呀 您那时候多结实啊 田里怎么跟你比 这 来 来 来 请 这给你的奖金茶啊 谢谢啊 好 方伯好 张哲怎么来了 咱家又有什么活动啊 赵磊过生日 赵青在吗 在 里边看书呢 赵青 你怎么来了 这 聚会你怎么开溜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啊 一定是台里这些老家伙 对你提意见了 你别瞎说行吗 我想也是啊 你现在已经红了 他们八年你都来不及呢 当时啊 我就写了你 他们要是非让你走的话 我就联合剧组所有人抗议 非把你留下来不可 郑志儿 你想什么呢 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 那你怎么这反应啊 不是 不是 你别误会啊 我没有那意思的想法 我是一名职业律师 我不能长期的不务正业吧 那你是要去 孟好文的事务所啊 我还没想好呢 慢点 秋秋呢 我怎么没见到她呢 在楼上看她往这儿呢 快叫她下来吧 哎呀 你管她呢 姐 你是不是把她们同学都叫来了 你从这儿一开了 看着我眼神越迹 你叫她往这儿了 我没觉着呀 小孟主来了 小孟主来了 你怎么才下来呀小主角 姥姥今天也是小舅的生日 你可不能忘了小舅 你看看 秋舅 什么事都想着你小舅 是吧 秋秋啊 你比小舅小时候可乖多了 糟了 蛋糕都乖好了 小朋友 来 乖乖乖 带好啊 喝喝不错啊 大家安静一下 听我宣布 今天呢是我们的家宴 但是呢又是一次不太一样的家宴 今天呢是赵磊的生日 本命年二十四了吧 是 我们大家为她过生日 再有一个更重要的 是给秋秋啊提前过留意而已 好吗 稍息了啊 嗯 跟大家说两句 行 那我说两句 那个大家平时都挺忙的 今天为我生日都赶过来了 感谢 谢谢爸啊 养育我这么大 过了今晚我二十四了 必须得对自己负责任 我想说的是呢 从今往后这个家里的重点呢 是更需要关心的人 嗯 好 完了 哎呀 秋秋 咱们点蜡烛吧 对对对 点蜡烛 来 帮助秋秋吧 来 帮助秋秋吧 哎呀 来 提跟机 来 来 出了很多的事 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 不过我们还是一家人 只要我们家人在 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对对对对 来来来 好 来 秋秋 我们唱个生日歌吧 好 好 秋秋 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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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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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许愿许愿 许愿许愿 来 走 好 吹大烛 一二三 来 来 哎 苦想什么呢 坐坐坐 生日快乐啊 谢谢 我觉得这生日怎么过这么奇怪啊 我二十三的时候 没有任何感觉 一到二十四岁 我开始有危机感了 去年这时候我还有爸爸呢 今天我在厨房看见妈 我觉得 妈也老了 你说这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啊 你知道吗 我同学里头有的已经结婚了 结婚了 我 我这连工作在哪儿还不知道呢 我老说干这个 干那个 干这个 干那个 酒醒以后一看 屁也没干 然后干嘛呀 喝 周而复始 恶性循环 草弟 我看你这生日没白过 过出这么多觉悟了 姐相信你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你 你不觉得刚才我感慨这口气 像一人吗 谁啊 赵涛 我不会成他那样吧 他怎么了 你有这样的感悟 就明你成熟了 成熟就是他那样 我才不干的都熟透了 我跟你讲这人啊 一个阶段一个样子 你比如像咱爸爸 咱爸年轻的时候干了多少荒唐事啊 可后来呢 多成功多稳重啊 你呀 早晚底这样 人是要精力的 咱爸老了也没少干荒唐事啊 你怎么没大没小呢 必须拿爸找乐啊 我给你送点吃的来 你什么意思 是替赵红来说情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知道你最喜欢吃藕盒 以前你来我们家 每次都让我跟你做 我不想提起从前 我想我们俩都不愿意回忆过去 因为你忘不了 我们俩曾经拥有过一个男人 我也忘不了 你当众羞辱过我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今天是赵磊的生日 我做偶合的时候就想到了你 所以就给你留了一份 我现在不愿意上午喝了 而且我怎么知道 你这里头有没有下毒呢 我今天来只想跟你说几句话 行吗 二重奏 是我一个朋友临摹的 彭妃也喜欢陈亦菲的画 有一次拍卖会 她还拍回了一幅小画 现在买画的人 做画的人都走了 你今天不是来跟我说这些的吧 我真没想到怎么会是这样 以前我一直在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深爱的丈夫和我最要好的朋友 会一起背叛我 可是现在我不想知道了 有什么意义呢 她人已经走了 不管什么原因 我想这二十年 你过得也并不幸福 都算了吧 我不想追究你对我的背叛 所以也希望你能原谅我那天晚上 对你的羞辱 我真没想到 你会跟我说这些 你一直比我强 什么事你倒战上风 我心里不平 我不服气 我觉得 难道真的就不能和命争吗 后来 你把赵宝妃带到了我的跟前 我绝望了 我知道 我找不到和她一样优秀的男人 我领她去见你 不是去炫耀的 我知道 可是一样都是女人 为什么就要过不同的生活 我想要幸福 我老也得不到 而你呢伸手就能得到幸福 这是为什么 所以你要抢她 我没有抢她 我试着接触过不少男人 可是都失败了 最后我知道 当我第一天看见赵宝妃的时候 她的印象深深地打在我的心里 我走到哪儿都摆脱不了她 然后 你就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 没有 我一次一次地失败 我认命了 我还在想 我还在想 要是我有个女儿 我不让她像我 我要她幸福 我不让她像我一样 老是去追人家的影子 那时你想接近我的生活 可彭飞她 彭飞她是真的爱我 我也是真的爱她 我 彭飞在遗书中向我颤护了一幕 她说她只爱我和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可你不知道 她每次到我这儿来 很放松很自由 你觉得你终于追上了我一次 我没这么认为 我只是觉得 我接受和享受了我自己的生活 这都是你憋在心里好久的话了 谢谢你能告诉我 还来那块地 她给你留了股份 那都是你的东西 现在我的孩子遇到了困难 赵洪 生性好强 她还爸爸 如果有得罪你的地方 希望你别跟她计较 好吧 这才是你今天来的目的吧 我是在为了我的孩子 跟你妥协 最后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没有怨言 毕竟赵洪骗你在先 等一等 我会考虑她 我会考虑她 谢谢你 你真是个好母亲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那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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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走出了 明天搁几个叫出发了 爽快地自驾游 我要展开翅膀 去追逐我的梦想了 兄弟们 咱们一起加油吧 明天再等着我们 音风 请原谅 一直没来看你 因为我之前 都在逃避现实 天天把自己泡在酒精里 还是不肯相信 你们已经走了 你现在在哪儿吗 那天咱们出发时 那么意气风发 谁也没料到 生命会在那天被改变 这么说也许对你们不公平 可说实话 我真的愿意和你们置换空间 我今天去你家 你放心 即使你爸爸妈妈不能原谅我 我还会继续去看望他们 希望多少能替你尽一些 做儿子的责任 哥们 我很想你们 来 保持一起来 这闲礼怎么没来啊 怀疑的反应挺厉害的 连人住了好几天了 姐夫 您先坐一下 我有点事要说 好 有事你就说吧 缺钱了吗 不是 我就是想说几句话 我知道我在这家里头 一直是个配角 今天我想当回主角 我得承认一下 我犯过的一些错误 我干过不少浑事啊 没事的 儿子 不管你做过什么 妈都会原谅你的 而且你不是配角 你在妈心目中 一直是主角 好好 小队 有话你就直说嘛 什么时候变得不好意思起来了 这都是家里人 也没人笑话你 妈 我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我对家里的所有人 都做过错事 没关系 谁没做过错事啊 大家都不会怪你 你那是因为 妈 你让他把话说完 没事 没事 二姐 对不起啊 我搬回曼城的前一天 喝得太多了 让你看见我那副德行 不好意思啊 是啊 那天我也在 可把我吓死了 吓死 可不能再说了 妈 你让小蕾把话说完 你能不能别管我 我说句话又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说到哪儿了 还有一次是 咱爸出差回来 咱们一家人坐着吃晚饭 我说 我要去自驾游 儿子 那不是你有意犯的错 不能全怪你 应该是 妈 我不是说自驾游是个错 是我后悔了 但那是我的决定 我没有想请求您的原谅 您让我把话说完行吗 好好 你说 我想说的事我对不起我的同学 他们当时就在我面前 我遇见我 救不了他们 我遇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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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当时在酒吧里头 语无伦次的 我还以为事后大姐会骂我 后来你们谁也没怪我 是啊 我当时相信了你姐夫 我以为你真的没赶上车 我哪知道 是你姐夫在躺后你 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 你这是在怪我了 袁三 赵红没怪你 他在说我 是啊 我是在说我妈 我哪说你了 你说你成天在家干什么呢 你说我能干什么 带孩子 买菜 做饭 洗衣服 那还是赵青先知道秋秋的病的 不 赵红 这能怪我 你们别吵了 让赵雷把话说完啊 赵红 秋秋那病是遗传 怪不得谁 当年你老爷就 妈 你能不能让小蕾把话说完了 赵涛 这是家里不是公司 你别老管着我 你们两个都吵了一个星期了 能不能消停一会儿 你以为我愿意和妈吵吗 还不是你让我管着他 我让你给他找点事干 我没让你跟他吵架 我造成雷赘了 我把你们带大的 一个个长大 翅膀硬了 爸 咱别管 洗衣服 你别让我来搁洗衣服 你别让我来搁洗衣服 我去带洗衣服 我去吃饭 我要去 看见了吧 只有在我要喝酒的时候 你们才关注我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我非常地爱你们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可是你们每天都为了一些 鸡毛蒜皮的破事 吵来吵去 没完没了 吵翻了又和好 好了又吵 有劲吗 我知道 你们一直把我当个小孩子一样 呵护着 可是你们谁真正了解我 谁在乎过我的感受啊 我为什么喝酒 妈 老青 是 一开始是因为那场车祸 可到了后来 我一看着你们互相指责 我都特别地烦 我只能让自己喝多了 我才什么都听不见 哥 我特别感谢你 真的 你开始平等地对待我了 你好像有点明白 我为什么要喝酒了是吧 你们如果真的关心我 就别拿我当一个小孩看 把我当作和你们是一样的成年人 多给我点尊重 谢谢 开饭 好 我帮你啊 姐姐 琪琪 昨天开心吗 嗯 你过真的留意结还好玩呢 是啊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你吧 嗯 小舅还说他也是小孩呢 你小舅没凶 该打针了啊 又打针啊 打了针才会好 也许吧 妈 我为什么会得糖尿病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不是 宝贝啊 你什么都没错 这是遗传的 是爸爸妈妈的错 我 我不会怪你们的 你们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是啊 谁都没想到 宝贝 妈妈向你保证 你一定会治好的 爸爸妈妈 永远都会陪在你的身边的 哦 来 来 主任 我真的觉得政治 比我更适合做这个节目 那你连法律顾问也不做了 我本来就是做律师的嘛 你做律师也可以 所以 我真的觉得政治比我合适 况且 政治做这个节目做了很久了 也有很多老观众 一生不变的面孔啊 观众看了会发胃的 我不这么想 观众还是喜欢熟悉的老面孔 政治的粉丝都是铁丝 节目有点改变 有点心意 还会很好看的 是孟老师着急了 就来把我抢你啊 我找他说说去 不是不是 我不是去孟老师的事务所 那你去哪儿 我去另外一家 人家已经答应我了 等等等等 不管你去哪儿 我现在绝对不会让你走的 你看看 我已经早上 开始策划你的钻栏了 主任 我已经想好了 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的 你怎么又来了 把东西拿回去 以后我们也不想看见你 叔叔 阿姨 你原谅我吧 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把地卖给公司一半 那另外一半呢 买公司的股票 你买股票干什么 我看着赵鹏飞建立了这家公司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他已经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我不可能不关心他的事业 所以我想跟你们一起工作 夏阿姨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不要搅和到我们家自己的事 这是我的条件 夏文姐 你不懂今生 你来这儿做什么 再说了 我们家好像没有人欢迎你 你来了除了添堵 我什么都做不了 你们好好考虑一下 决定权在你们手里 决定了请告诉我 再见 那是我的 妈 陪你 这人是非 不要脸的东西 还在哪儿 还在哪儿呢 还跪着呢 这不过你就这寒死鞋 那坐三筹去 你怎么还跪着呢 快回去吧 快快快 回去吧 别跪着了啊 男儿妻相同有黄金 快起来吧 快起来吧 你怕阿姨不原谅我 我不会起来的 你这孩子怎么就不明白呢 隐风走了我们是难过 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 都怪在你一个人身上啊 隐风跟你们几个人去自驾游 我们不止没拦着还给了钱 你是活着 可是你也没好多少啊 我们怎么能怪你呢 这傻孩子 我们不是不想看见你 是看见你 就想起了我们的责任 可你偏偏跑来 我们就想起隐风了 想起我们的过错 好了孩子 快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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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了 等地点快凉的 好 叔叔 阿姨 你们还恨我吗 如果恨你能让隐风回来的话呀 我们早找你去了 还用等到现在吗 赵磊呀 这场车祸啊 你也是受盖者 我们要恨呢 我们就恨这酒后驾车的大货车司机 还有 听说这场车祸以后 我们也开始吸酒了 这酒可不是好东西 不要再喝了 好好生活 把隐风他们几个 想要做的事 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啊 都做了 这就了去了大老的心眼 是不是 叔叔 我记得了 叔叔 好孩子 好孩子 阿姨 好孩子 夏文杰 公司还有事 咱们就长话短说吧 行啊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一个月之内 你就可以拿到支票 同时也成为公司的股东 谢谢 我想这种情况啊 应该不是我爸生前的姻缘 否则 他就可以把股份直接地给你了 你可以这么想 但我不这么认为 你怎么认为已经不重要了 你既然非要和我们家搅合在一起 你就应该提前想想 我妈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想 我就是因为你妈妈 才这么做的 好吧 好 欢迎你加入公司 还有啊 希望你好自为之 妈 尹丰她父母原谅我了 真的 他 他 他 妈 我解脱了 他 他 他 赵理事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 谢谢您肯收留我 哪儿的话 您肯来我们这儿 大伙儿都特兴奋 我们这座小庙可终于请来大伙了 我可不什么大伙儿 有个小土地庙都算富裕了 瞧我这破嘴 你没解议 避避不大 避避不大 不能让咱们俩收拾东西 他收拾完我什么也找不着了 真是 好啊 那你就自己收拾吧 我的好弟弟终于可以自立了 这就自立了 暖着呢 姐 你说我到底干点什么呀 好好想呗 对了 你还想去那个网络公司上班吗 没想好 也许咱爸说得对 去那种地儿不太靠谱吧 那我也不想像赵涛一样从寿口做起 那你就慢慢地想吧 我跟赵涛啊 最近特别地忙没空管你 你可得自己管好自己啊 行了 我多大了还管我 公司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你们都忙什么呀 那是表面的 怀来那块地 比爸当时买的时候升值了好几倍 这受益人哪 不光是咱们 夏文杰也成了爆发户 一下子拿走了七千多万哪 这还不值 他要了一半的现金 另一半非要公司的股份 一下子成了公司的大股东呢 我 这不 这今天啊就要来公司上班了 还不知道又会使什么招了 那你 我得走了 你要好好地努力 别想一口气吃成个胖子啊 好 夏文杰要去公司上班 您不知道啊 我还以为他们都告诉你啊 这不可能是真的呀 太荒唐了 最近这荒唐事还少啊 爸 我就是听赵鹏这么一说啊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您问他去 你真不需要我帮忙 行了 我知道您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 就别假装镇定了啊 你行 你先收拾着 我去赵鹏那一趟 好嘞 我不想只做一个坐享其成的股东 我想和大家一起参与经营了 作为股东 你可以参加股东大会 投票提建议 但是来这儿上班 那是不可能的 是吗 我这几天在想 公司的业绩不好 我是不是应该把股票换成现金 那最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谈这件事 不好意思 不想打断你们 开会的时间多了 那我们先去开会吧 等开完会我们再谈这件事 等一下 你们别有缓兵之计来敷衍我 我要是把股票都卖出去了 我相信公司的股东 还有同行会非常感兴趣的 而且我可以卖个很好的价钱 可到那个时候 公司的老板是谁 就不一定了 你也有事 有事 对 有事 请不吝点赞